好 這裡有所謂 好好啊 這個地表上最好看的旅行箱 對啦 至於太空跟這個深海這非所謂 沒錯 其實我最想問的是 我很喜歡就是很未來的東西 然後我想問一下這個台灣最未來的人 是對未來有什麼樣的想法 未來世界的外觀 因為實際的功能設計的話 我可能不是那麼形式 我只要找其他人來協助 但如果有人做很好的東西的話 我會很想幫他把外型也弄得 就是像未來世界一樣 覺得這種人類進步的感覺很不錯 對當然 我覺得這個就是未來的畫面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是把一部分的未來帶到現在 對 我們常常在那個創業群有句話 就是未來已經來了 他其實還沒有均勻擴散 對對對 那當然每一個人都是把一部分的未來帶進來 那我們的工作就確保他均勻擴散的這個速度 可以變快 然後就不來 然後我聽 然後我征服 幫忙大家去征服 對 征服大家的這個想法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 我想一下 你想什麼 什麼 剛好有心理想法 對啊 心理想法 對應該 再配個一個 兩邊都有 這個也有 剛剛有提到征服 昨天也順便畫了一幅膜 是是是是 剛好剛剛好 對 我們要一起操槍 好 可以 那這樣 好 在這裡 我們要防止利用風格 這樣有一點 沒有 可是這樣你又被補掉 嗯 你用手機也可以 你們注意 沒有啊你跟他定交就好 這裡也是 我是那個 你是主角 我是厚景,這個圖片是不是這樣 好,謝謝 這樣感謝,OK啊 因為 雖然我是做噴漆的,可是因為我是獨物理性 所以我一直對未來世界有個想像 只是我在物理方面的天分實在是不怎麼樣的 所以在大事的時候就放棄到外面去畫圖 主要經歷是這樣 畫來一陣子之後就去面試畫廊 然後進畫廊想說看一下現在到底做藝術好不好生存 結果發現 有點痛苦 有點困難 所以想說是不是 因為像藝術大部分就是畫在紙上 可是買紙上的東西其實比較少 我想說是不是就直接把它做成像這種產品的樣子 就是可以用的 跟時尚也是類似的相當 對 就有一點可以用,但是也有一點外觀這樣 對 那這個行李箱就是 只有這個樣子嗎?還是有很多不同的樣子?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樣子 只是有一些放在我們商場賣掉 對 所以是類似獨一無二的 就是有點定製啊 打造的這種 也有這種服務嗎? 對,就是上面有貼膜這種其實是可以量產的 對啊 但是箱子因為都是我們自己切的 在車庫切的 所以就暫時還沒有辦法 就是如果量多的話我們才會 想把它做成生產線 所以每個箱子都不一樣 因為是手切 大部分一樣 因為我是照鋁匡的規格去切 對 所以當然我是希望把這個牌子做大一點 就是這個 我想說我牌子就希望 讚頌這種製作的精神 是啊 看得出來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一開始這樣子的時候 它上面的這個也可以是 好比像說這幅畫 可以 那這個輸出是貼上去 還是你直接在上面畫 手畫是可以 但是就貴一些 那當然因為要花你比較多時間 對對對 啊輸出的話因為 現在我覺得台灣好像蠻多在印這個模 像我朋友有印 然後有的是可以用汽車的模 它有熱修復的功能 就是稍微撞到腿腿腿 很可愛 對對 只是我因為不是很擅長行銷 只會想說 那如果我覺得這個模 這個已經過時了 我想要換季 那我是直接蓋掉嗎 再貼一層上去 還是它可以撕 你可以直接撕掉喔 可以撕 所以是有點像貼紙這樣 對對 跟汽車那種很像 就是汽車的模為主 所以撕會也不需要特別的工具 是喔 其實是拿給其他 就是專門的人撕會比較方便 自己撕也是可以 就是看平常有沒有在意做這個 OK 就是說總是要撕掉的工具不太貴 它只是說你找師傅做會比較 對 你可以貼得比較準 然後也比較不會 跟手機貼模式一樣的 對 有一點像 大概是那個感覺 沒錯 那這很不錯 所以這等於是說 一個行李箱可以承載 每一季不同的工具 我一開始是想說 希望可以承載很多藝術家的作品 對啊 很好啊 對 那因為市面上行李箱 塑膠箱的話 大家會覺得價格不應該花那麼高 然後金屬箱的問題是 都是做浪板 就是它有波浪 你沒辦法直接貼 我知道 對 這是一個平的 可以貼的 但是它又有金屬質感 對 介於這兩個中間的某種品質 嗯 很有意思 那你有想過說 如果上面它貼的其他東西 有沒有電子紙 我也很想這麼做 只是我沒有這個技術 只是想說 是不是可以有你的 這邊有什麼 電子紙也不需要特別的技術 它是怎麼用 它是現在 就是如果你在網紅 就是電商上面 它有一種東西叫做 那個什麼 膽固醇液精 膽固醇液精 對對對 它現在最常用的 就是給小孩子 或者長輩 然後去用一支筆畫畫 對 小時候那種畫畫的版 就是畫圖板 就是會圖板 那當時小時候是一小哥一小哥 可能你還記得 對 對 那你只要給壓力 它就會 它就會變色 對 所以其實你不是 真正的用蠟筆或什麼 你其實只是去施加壓力 對 它碰到地方就變色了 那你按一個鍵它就清楚 嗯 小時候就是那樣 我們應該都玩過 對 那現在就是 他們現在有一種技術 是說 你就是 對 那這什麼顏色 換合之後 其實就是全部的顏色 對 我這樣還挺不錯的 我也以為只有以前那種 灰色的感覺 對 因為灰色的問題是說 它就只是圖樣 對 它比較難表達強烈的一些影響 對 變化都很難 變化比較困難 對 所以第一個我的具體建議是說 如果有彩色的電子紙 對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類似訂閱服務 因為電子紙的特色 是說 它如果 你不改它的圖案的話 它不需要重點 對 它就一直放在那邊 那行李箱平常也是一直放在那邊 對 但是你如果要抽換圖案的時候 那它只要稍微刷新一次就可以了 刷新之後 它就變成整個圖案 那甚至是說 如果你在上面有一個小小的電池 你甚至在上面做一個 大部分是靜態的 但是 你有一個時鐘 在旁邊都是可以的 不是我們指揮官 是一個倒數計時器 或者是一個指針 在旁邊 它的刷新率沒有我們螢幕那麼高 但是其實你一秒鐘刷新幾次 那在時鐘來講是無所謂的 因為你一秒鐘是需要刷新一次 也是 對 所以就是說在裡面就可以融合靜態的部分 跟動態的部分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就跟你的創作理念 很有未來的感覺 對 這個就比較有未來的感覺 對 現在就是少了這個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在以前大家不會想像說 好像行李箱 會按照現在的時間 月球的隱灰 或者是什麼其他東西 星座變化 但是現在 你如果旅行到一個 比如說南半球 你戴這個行李箱 它就顯示出現在南半球的星空 這不是很棒嗎 真的很帥 太酷了吧 不錯 還有未來的感覺 是 那這個的話 然後它 這種電磁紙啊 它 賣狀的能力如何 都沒有問題 它就是類似紙啊 它是可撓的 其實可以捲起來 可去撓的 對在這個情況下 波浪面也不是問題 好 好 我來 稍微試一下 試一下這個方向 對對對 那這種電磁紙啊 它是只能手繪嗎 沒有沒有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當然你可以直接插入圖案 但我在講是說 另外一部分是賣你的創作過程 哦 所以你拿一支壓力感應筆 就是多段壓力感應筆 你直接在上面畫 所以如果願意付你比較多錢的人 他甚至可以參與這個創作過程 你在畫的時候直播給他看 的確是 對啊 然後他就說啊 這邊多一點的那些什麼 什麼之類 那這樣子的話 他有互動性的時候 當然因為他就願意投入 甚至海報還說他自己畫 也可以啊 就是你跟他一起畫 對 我們本來也是想拿給很多藝術家的 對啊 那這個你看我們的這個逐字稿 之前有一位 吳老師 吳移那個字應該是 新老師 曾經來討論過 各種各樣的用法 當時我就告訴他說 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是在平面上 它不像一個桌子 是最好的 為什麼因為白板很難很多人一起畫 也是 白板大概三四個人一起畫 就已經滿了 但是桌子的話呢 你坐在這個桌子上 旁邊每一個人都可以畫一點 那你這個也是一個小桌子的感覺 因為它是平面嘛 所以至少你跟你的客戶各做一邊 他畫一些 然後你畫補給筆 他要再畫一些 轉過來你再補給筆 這是一個共同創作的感覺 這樣子的話他一定覺得很棒 覺得他可以記下來 電子 對 那這個時候如果別人看到說 欸這個很棒我也要 那他就副本到他的行李箱上 所以就變成一個潮流的一個remix 那他到他的行李箱上 他如果覺得說 欸我這一小部分我想要重畫 看擦掉那一小部分 他那一小部分再重畫 大家都可以互相 對大家都可以互相這樣融入 而且我剛剛講的這一部分 是不需要持續供電的 只有你要反映星座啊 顯示時鐘啊 那樣才需要供電 這個供電感覺也不是很好點 供電是非常不好的 對對對 所以就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這個在我們的主資料的網站 是在今年3月31號 有一位吳怡欣老師 我們整個主資料都在上面 你可以採訪一下那個基礎目前的狀況 好啊 哇那請你這樣這個方向 應該還是還不錯 等一下我覺得蠻有意思啊 他就變一塊畫布了 對對對 那我想一下 看起來還有什麼問題 喔對 這邊有機會是介紹到行銷方面的嗎 我們對面有一個叫做新創基地 他就是幫忙做這方面的媒合 喔上次是 有請特別的顧問 詢問了一下 是 他好像是說可以先幾隻試試看 不然你一看 群眾物資就是一個非常好行銷方法 他說萬用物資 所以就準備了一下 對啊 如果就是你有對群眾物資有興趣的話 其實最早這個支持你的人 就可以是第一批跟你一起創作的人 喔 OK 甚至現在還有叫做訂閱式的群眾物資 就是因為他支持你每個月多少錢 那像就是之前有一個叫做閩迪選都 就是有一個叫做閩迪的人 他去選國際上面大家需要關注的新聞 然後呢每天早上用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就是國際上面有哪些需要大家關注的事情 他就是採取群眾物資的方法 就是他們像說每個月你給他五十九塊 這樣子你就可以看他的這個選讀的新聞 那但是呢如果是你支持的更多的話 那他就可以有很多別的東西 好比像說就是一個什麼雙城設計功能使用的世界地圖啊 什麼之類就有一些回饋了 那目前他每個月群眾物資大概十六萬四千三百八十一塊 所以就是說有兩千多人在訂閱 那對他來講他創作成本是一樣的 嗯 對不對他每天是創作的時間是一樣的 對 只是因為他達到很大的運動利益 所以大家願意每個月一直出錢贊助他 這樣他當然就可以質量越來越高 那所以同樣的如果你現在就是一直都有新的畫作 等等 那有訂閱的人 他的行李箱就可以去切換 那如果他訂閱的錢更多 那你可以授權他輸出變成作故啊 或者是變成其他T恤啊什麼之類啊 都有可能 那這個時候他也覺得這一部分是我畫的 那甚至你可以說你如果贊助到一個程度 你就幫他畫一個像這種小像吧 的確也是可以 對啊 哇那應該是沒問題 很希望想在那個Cyberpunk 2077上市之前 啊是 對啊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概念 對 另外 看一下 啊 我想要那個委員不是有在 就是 說那個梗圖的嗎 啊對啊 梅音工程 對 我對這個其實也蠻有興趣 因為我們也是畫在牆地上的 應該也算類似的感覺 都是你很難按分享 但是你可以分享 就是別人分享 我自己分享 就會被警察走麻煩 對對對 對 我想說 像這方面 我有辦法參與嗎 你們這邊自己是有在做 當然我的素材庫都放在Flickr 所以像你這個一定也是用我Flickr那張照片 畫出來 對 我看那個版權是ok的 對 所以我就是一個素材庫 所以你參與的方法就是運用素材庫而已 也不需要先問過 對 那你如果像那個客家委員會 然後有一個像唐鳳過台灣 那個就特別好 那所以就是像之後就有一些改變MV的什麼 他又把唐鳳過台灣變成他的表 他就二次三次多次的去流傳這樣 對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一直不知道要怎麼參與 沒關係啊 就是想到什麼歌你就分享 ok 好 好 嗯 嗯 最喜歡的幾首歌 最喜歡的幾首歌 那 不好意思 那可能都知道我喝點水 嗯 那可能都知道我喜歡那個Handleton 那時候Rap 對 所以其實HipHop 我也是蠻喜歡的 那 但是 我最近沒有想到就是我們這樣子訪談的影片 都被日本一個叫Dosmonos 我最近好像看到 混音進他的Depop裡面 對 比如說我們本來只是在聊天 結果變成Sample 那 但是 因為我們是用開放授權 我也不能禁止他們 對 所以他們寫了一封信來說 我們已經做好了 你同不同意 我說這開放授權 沒有同不同意的文件 對 他們就發片了 那所以 我也因為這樣 也聽了一些Dosmonos的歌 而且很有意思 對 我有看到 因為剛好有人在說什麼 你都三半時間跑去錄音 那我想說那不錯 我真的沒有 那個是一個跟一般的記者的訪談 對 然後他就是拿那個訪談的錄影 對 就跑去Sample 就像說 你把我的這個照片 也是Sample 進你的這個創作裡面 那不是說我上半時間跟你去噴漆 不是這樣子 我只是作為素材 不過這個分享的感覺 我一直覺得 就是 你雖然在這邊工作 但是你也同時生產了很多作品的感覺 對 對 我一直在想 我的產品是不是 也都可以 讓它帶有這樣的特性 是啊 就是很多 可能有工藝的性質 對 他不像說如果 不好意思 如果你這邊是電子紙 甚至你還不是電子紙 你只是專印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QR Code 那QR Code 別人一看到 一掃 它不像說你這個獨立製作 你底下不是有一個空間嗎 對 有一個全空的 對 可以出空的位置 那其實你的這個立方體 上面的那個面 也可以放QR Code 我想說應該 如果要放電子紙 我可能把LOGO 收小一點吧 丟到旁邊就好 對呀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有QR Code 它就變成類似一個傳送門 對 別人覺得你的LOGO很棒 那你如果掃這個立方體 這個立方體 如果本身是一個QR Code 因為大家都會認得 那三個就是QR Code 的微字形 對 一看到就知道是QR Code 它感到興趣 就會拿手機掃 掃了就可以了解到你的故事 的確 嗯 好 好 我想一下 如果要做這方面的創業 在這邊有沒有機會可以認識到一些朋友 可以一起做 新創基地本身就會開一些課 對 我們這邊有一些進駐團隊 那我們甚至 如果你這個 是未來真的是聯網的電子紙等等 我們旁邊還有一個叫做T TACC Plus 這樣子一個加速器 那這個加速器就是專門去對 像這種萬物聯網 的這些題目 去媒合 投資人等等 它就在隔壁 就在右邊 所以是我做好之後拿來跟他們 就你有一個概念的時候 對 那當然群眾募資是最簡單的 因為群眾募資你根本還不需要產品 你成家比較有一個理念 所以群眾募資才是真正的就是 錢錢錢育成 就是 因為你是 等於跟市場驗證你的想法 如果大家不募資 那就表示這個想法大家不買單 所以先從群募來 因為這樣你就不用投入製作成本 但如果群募你爆紅 就表示社會真的需要這個東西 那這個時候 你再去要別的投資人的錢 就變得比較容易 的確 OK 那我了解 想一想 那可以聊一下其他的小產品嗎 雖然還沒有出來 沒有 但這裡面有一個 我覺得後面有畫圖 我上有畫就是 我自己對未來的想法 他們可能是什麼樣子 像因為這個行李箱其實 也有一點重量 那我覺得 因為它造型很好看 如果是把它反過來 就是架子當店名 因為現在是春土春金 所以 我覺得很棒啊 我覺得這個你都可以丟到 你的群募的那個主意上面 全部上面也可以放 也可以啊 可以放這種概念 就是說 他們常常是說 你集資到多少多少錢 就解鎖一個新的用法 所以如果大家願意到多少多少錢 你就去開發 它能夠展開變成移動平面 類似那種變形金卡 對 的那種能力 這讓人激動 對啊 這個是就蠻有意思 而且這樣的話 那電子值 那就簡直就變成廣告看板 對啊 整個還可以直接輸出自己的電面 對對對 那這個就很有意思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手臂式的這個鍵盤 對對對 這個應該我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你要怎麼拿下來 我這個做法是 就是就我看到前陣子不是有很紅那個手指陀螺 對啊 就是它是可以在上面轉 然後我就在這裡綁一圈 那個像魔鬼斬的東西 中間有一根手 我們是預計是這樣子吧 但我是怕魔鬼斬可能不穩 所以可能會用更厚的像手錶這種 對 因為如果不是錶帶的話 你可能轉一轉盤就翻下來 對 而且它有點軟軟的可能不行 所以我們後來可能會想用金屬的錶帶 然後上面那個轉盤大小可能跟 鍋蓋差不多搭 就是一個原盤 OK 上面就 我之前有看 那個台灣有一個樂團叫電火王 然後他們裡面有做一把 就是這種電子樂器 上面也是有按鍵 就是按下去可以發出它要的音 那我哥說 這種旋轉可以用那個 他說有買到三軸感音 對 所以你就是轉到不同方向 它音可以有不同的設定 例如說你要延長 放大縮小 或是聲音要提高幾個發佈那種 OK 其實這有點像是最早的iPad的那個轉盤 對 有點像那個原盤 對 有點像那個原盤 後來不用那個原盤 是因為大家都習慣用觸碰螢幕 對對對 那觸碰螢幕當然你可以模擬那個原盤 但是你還可以做很多別的事情 所以你這個其實是有一點好像Retro 就是回到有觸碰螢幕以前的世界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我之前是想說 就是那個刷碟 我覺得最酷的地方就是那個圓形的盤 然後可以一直旋轉 我知道 我以前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意思 只是說 如果你就是面積比較大 那你舉起來的時候 就是受得承重 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對 我跟我哥在討論 就是對它揚聲器的部分 對 就是我們現在在想 因為最重的部分 可能是你要裝那個喇叭上去 對啊 但我有點不知道要怎麼弄上去 那我現在用的是 那還是它本身不發的聲音 你的目的是讓旁邊的人聽 還是你自己聽 是讓旁邊的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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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也有一些做法是說 當你固定在表面的時候 它是用整個桌子來公正 對 那種喇叭 對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它的單體就不需要非常大 因為它等於用整個桌子當公正面 而且現在問題說 手臂好像不能當公正 對 手臂 因為它本來發出的是 電子音的訊號 我是不知道它能不能直接傳到 其他的裝置去發聲 可以啦 你知道有藍牙發射器就可以嗎 對 只是我哥說 這方面他還沒有研究 所以 他再看一下 因為他好像不知道 藍牙這方面要怎麼裝 跟那個揚聲器接在一起 不然他直接按發出的聲音 我是覺得 可能只有在周遭聽得到 大概就還不太過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拿來演奏的感覺 演奏的感覺 演奏的感覺 就是變成類撒的 可是 因為你這個其實也不真的是一個樂器 對不對 我看一下你的按鈕的數量 大概兩個八度 對 我目前是先畫兩個八度 因為 我想說如果是做電子的 有一些按鍵 我是希望是可以按就是一個和弦 像其他只有CMID 這樣子的和弦出來 了解 就有點像電子琴了 變成一個圓盤型的電子琴 對 就可以記錄每一個和弦 然後你彈 其實一兩個八度的彈音就差不多了 那當然因為就是等於超過這個八度 我有選是電腦幫你配嗎 對對對 就是說那個DOSMISO DOSMISO 不是你在彈嗎 對對對 事前預錄下來 本本還是這樣構想 這個還蠻可愛的 對啊 我們這個實情可能還需要一陣子 才會剛研發一陣子 這個我覺得蠻可愛 我兩個建議 一個是說 這個最後的成敗會取決於它多輕 它只要稍微一重就沒有人玩 對 對 最主要是希望它能攜帶型 所以最好喇叭可能 對 是另外放比較好 就是說如果它本身是一個樂器 然後它的揚聲器是靠 你一個人聽的時候 就是直接接耳機 現在很多人都有耳機 對 這樣也是不錯 對 那這樣的話至少你的那個單體 的那個重量馬上就消失了 對對對 就可以做得比較辛苦 而且現在的耳機也有很多 你攜帶是背帶式耳機 很多耳機 這個做法像這個是古傳道耳機 就是我戴上的時候 它還不會擋住你跟我講話 所以等於說它有第二個 就是傳聲音的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是用這個 然後接古傳道耳機 那從外面看起來是完全正常的 對 但是事實上 我還是可以一面演奏音樂等等 對 那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有人真的就是要很大的 旁邊的人都聽到兩聲器 現在那種手提示喇叭也是很便宜 那我剛剛講到的那個就是 放一個固定的東西 在整個桌上震動 那個也很便宜 對 所以應該是你的樂器去配它 對 不是你拿它的一個版本去放到樂器上 因為沒有人會想要在手臂上面放一個那種大小的東西 是有一點重 因為後來我們有看了一下其他的東西 對 讓它大聲的話 你的手可能有點舉不起來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具體建議 那第二個具體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的這個就是黑盤樂器 現在叫黑盤 對 暫時取個名字 對 它上面我覺得應該至少還是要有一個顯示的端口 那你目前發光元件其實是在那些 按鈕上面發光 對 但是如果你要好比像說 知道目前正在演奏什麼 或者是和弦或什麼之類 你看最早最早的那個 就是Sony Walkman 什麼之類 它至少還是有一個小的液晶顯示器 讓大家知道說 好比像說它快沒電了 也可以透過這個來通知它 等等 那或者像說藍牙你總是要配對 所以它配對中要要煽動 等等 對 所以它可能真的不需要太多 它可能就是真的一個最一般的 LED顯示兩個數字的那個程度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顯示器 你要大家去看這個星座顏色去猜 它目前在什麼狀態 這個也有點辛苦 對 大概這兩個建議 好 明白了 我們後面再問一下 等一下 後面這是有實體 對 這個實體在哪 這個實體在哪 那箱子裡 對 因為大部分印衣服 印衣服現在有的可以現場 當然像我用噴漆的大概 就跟吃泡麵的時間差不多 是 所以 這方面 這個我好像也不知道要怎麼 先提供建議 不過這個 這個你如果 因為這個跟熱感性貼質 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嗎 這個每次噴出來都不一樣 噴喔 像我的話我會先刻膜 噢 所以熱轉印是非常像的概念 對 對 熱轉 熱轉印的好像是先舒服 對 我知道 但是 刻膜的話我們是用噴漆先 就是跟這個畫作的感覺很像 我會先做一個 像直播嗎 嗯 喔 OK 我理解了 所以它跟熱轉印的差別說 熱轉印你的顏色已經先挑好了 這個是只有形狀先挑好了 對 然後另一個差別是 就是因為熱轉印是一片膜 對 然後這種噴漆是 細的顆粒 對 一般 工業用噴漆 顆粒太大 噴在衣服上會很刺 對 所以後來我看到日本人研發這個 然後它就是很細的顆粒 所以你噴下去是 噴起來很平滑 然後最主要功能 這個應該就是比較偏 讓大家都可以做東西的感覺 對 類似一個教學課程 就是一個工作坊那種感覺 嗯 因為我想說 就是這個東西價格應該是不便宜的 但我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開心的做一些東西 所以 後來又做了這樣的產品 那你這個紙膜 嗯 我如果沒有 嗯 就是輸出紙膜的機器 然後用鏈表機就可以了 或者7WN也可以 鏈表機你是不是把它剪下來 就你印一般的A4紙 然後貼到後紙板上 一樣可以用 是嗎 但你也可以直接印在後紙板上 其實都可以 這裡有一個簡單的圖 因為太難的圖 大家還不會 然後就是像這樣的圖簡單的做 對 那如果你是要做像我這種照片類的 我是另外有做這個小張的教學卡 所以我先確認一下它的原理 就是說這個紙膜它不是鏤空 它是你要拿美空導課 對嘛 所以要鏤空嘛 對 所以它能夠傳遞的東西 就是能夠鏤空的程度的那樣的東西 欸 這個是取決於板膜的複雜程度 你如果要做比較複雜圖 例如說你要兩個顏色你就刻兩膜 對啊 所以你要刻兩次嘛 對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兩個同心圓 你也得兩個膜 因為你不可能用鏤空的方式做出兩個同心圓 對 沒辦法 OK OK 了解了 那常常的特性就是乾得很快 所以乾了之後你的膜 可以移動到其他地方來做 像我們之前做的是 我之前在華山開刻 大家都會各自刻不同的模型 但是大家會把混在一起 例如說有人刻了手槍跟花 然後另一個人刻了馬英九的頭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做一點miss之類的 我理解了 我理解 就是要剪 好OK 那如果 因為現在大概時間花費最多 反而是美工刀的那個部分 對啊 那那部分看有沒有可能更自動化一點 目前想到他們都還是用雷切的那種機器 對 可是雷切的機器不是大家家裡都有 對 所以這個 這個產品目前是 就是到這邊 現在變成到 我覺得如果你能夠用剪刀 而不是美工刀 接受度會高難度 剪刀啊 對你知道就是像那種傳統的那種簡化 嗯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知道 在麻糊沒有交客人在簡化 對啊 就是你是對稱的圖樣 那你遮兩遮或四遮或怎麼樣 遮完之後你就按照上面的就是剪刀 它這邊有一個對稱圖一樣展開 那那個底圈是蠻酷的 對那展開之後就噴漆 對那第一個剪刀大家家裡都有 然後第二個它的失敗率比美工刀還要低 美工刀是因為自由度高 然後另一個是指摩的好處是 像你那個轉硬不是一次整硬 這樣 這個是一次噴好幾件水煉 哦 我想說就是 大家也可以用這個自己做點小生意 例如說啊 嘴面剛好有什麼活動 我有聽懂 對對對 其實這個就完全是那種就是 在路上噴漆的那種概念 這個我非常的了解 對對對 有點接近 對對對 我還是建議嘛 因為大家對於剪刀是 覺得比較OK的 就是說好比像說你 就是三等分嘛 交叉對折嘛 變成等腰三角嘛 然後畫那個花的一小半的形狀上去 然後順著那個輪廓剪嘛 然後一展開就會是花的形狀 這樣也不錯 那我們可能把這種指摩 對啊 我具體來講就是像這種東西 對對對 那種東西可能半年級的小孩就會了 的確是可以 對 那這個東西還是可以跟你搭配啊 可以 對啊 是一樣的 這個放盆可能就改用 對對對 我覺得一開始就是你用對稱性前指 那他只要有一次的成功經驗之後 他自己慢慢學美工刀 甚至跑去找雷掉 那他就用他自己的動力了 但是我覺得你需要用他第一次的時候 不要覺得說 彎彎彎一小時才會有一件可以用的東西 對 不會啊 我殼大概都失誤 那這個你美工刀很厲害嗎 對 對 不關用美工刀的人 他一次搞錯了 還要再隔一次 再隔一次的 的確也是 對 那這個剪尺就算你歪了一點 那就是花長的不一樣而已啊 嗯 他是沒有失敗可言的 的確 所以當他第一次體驗沒有失敗可言 他才會覺得比較 那這樣我也可以去教別人這樣 OK 好 那我明白 我們把裡面東西調整一下 嗯 還有這個石牌 對 是 有一個世界觀的介紹 世界觀介紹那個所有 桌遊 嗯 寫在筆記 你也幫我玩一下 嗯 這個是我弟在清大桌遊 是自己回家都會跟他們玩桌遊 玩桌遊 嗯 藍色大門 OK 那這個就因為規則比較複雜 然後他還寫故事 所以就 哇 有點複雜 對 但最主要是 我們希望是做 成人玩的感覺 卡路里當貨幣 對對對 嗯 就是這個遊戲 哈哈 因為我們也很喜歡玩遊戲 所以就 都很沈迷 嗯 所以主要是我們買了一個 就是 喝調酒 不是有那種轉盤的 俄羅斯 是 然後有很多杯子 你就用那個來當桌遊的道具 就是他的台面就是長那樣 對 因為打麻將的時候 不是都會一直發出卡卡聲 然後大家就覺得 很有成就感 對啊 所以我們希望打桌的時候是可以 發出一些 一個快的順序 那是維加斯的感覺 沒有了解 但這個就 可能還要再開發 因為 規則有點多 OK 好 我看完了 但是 就是這種東西 你不試玩完全不知道好不好玩 對對對 所以 其實這個我沒有辦法在這邊 沒關係 但是之前像那個高雄大空襲啊 那個那個 米走啊 等等 我覺得它不是純架空 它是有點像是 嗯 就是有歷史感 但是在裡面去 去 加一些變化 對 那這個也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 我這個作用 最近只有想加一點台灣 感覺就是 台灣的 狀態其實跟賽博龐克有一點 對啊 真的 我還想不到 比台灣更像 想幹嘛 這個是 就是 石牌它 最一開始 這樣 因為它是 結果我晚餐不知道吃什麼 最後做出來 好 塞得太便宜了 等一下我打開它 這樣 這是它最早的樣子 我理解 今天吃什麼的一個 亂數成生器 因為台灣吃的還蠻多的 所以我後來也做這個 對 對 變大太多 這個是因為印的太多 所以後來就沒有賣完 就放了 理解 理解 我就整個拆掉 最近沒有 背破壞式的 拿出來的方法 好可愛喔 因為大學的時候 這樣問解 後來也稍微會畫圖之後 就自己畫 然後這個是 剛我聽到電子紙的 好像覺得還蠻不錯的 對 我之前是把 就是我畫的外框的板膜 有分享在網路上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畫 自己的食物 對啊 讓大家自己去 做自己的牌去抽 對 因為我覺得電子紙 跟益晶路有個最大的差異 就是益晶路你如果沒有電 它就消失了 對 那電子紙 你只要畫定位之後 你沒有電它還是原來的樣子 那就比較像這種方式 對 電子紙可以做成像這樣卡牌嗎 對 那我剛剛聽到之後覺得 好像蠻有意思的 對啊 也許真的可以去接洽一下 不一定是立刻今年 除非年年後年 就是按照你的需求 因為像卡牌 你如果完全不可鬧 那就是一片一片玻璃片 沒有人會想到這個玩 有點奇怪 大家還是要一種 就是洗牌的這種感覺 對不對 對 就是我有看到 就是有些app 也有做像這樣的東西 但因為這實體拿出來 在大面前其實還是挺帥的感覺 就是你玩指牌 就是要享受這種洗牌 對對對 只要有一點這樣的樂趣 對啊 所以真的考慮一下 因為確實目前的 就是玻璃表面的 就算玻璃勉強可鬧 它絕對不會讓你這樣洗牌 也是 所以這個真的 往這個方向也許你真的想一下 因為這樣你新的規則 新的排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課金啊 課金完那個電子紙才會更新 你課金 哇真的真的很有趣 這樣你就從頭到尾只要買個十張牌就好 真的 然後後面就一直課金 真的 很有未來的味道 是 好應該差不多 沒錯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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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慢慢收 好